注意看,眼前这个水池不是一般的水池,是投胎池 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会开启新的一生 注意投胎选什么,就只能够挺天由命了 老小让让,我敢去投胎,先走一步,告辞 这表妹跑得还真快啊 哈喽,你好 诶,哪来的兔子啊 什么兔子啊,是我啊,表妹 我这投胎成了兔子,但是一出生就呆在了狼窝里 救命,救命 直接就被狼猪咬死了,你气死我了 这次投胎体验感为良 那,这投胎变成兔子的技能居然会保留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没错,我话都还没有说完你就投胎去了 投胎成不同生物会获得专属技能 技能能够升级进化 而且意外达了的话呢,还能够保留技能 开启下次的投胎 老天宝哟,给我来个厉害的 哦,怎么是个小猪 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 小猪总没有兔子啊 哪块这次不是又投胎到狼窝里 应该能活久一点 我兔子的技能是鸡跑,跑得相当快 我的小猪技能是吃吃吃 怎么都能吃 轻轻松松就能够把方块挖了下来 虽然变成小猪不咋样 但这个技能我喜欢啊 只要我吃的方块够多 我的技能还能够升级嘞 我的就不一样了 我要打败别的兔子算得升级 我只草原很多兔子 这个任务轻轻松松 鸡跑技能升级成龙冲撞 别看我只是个小兔 但是我可以中飞一头牛 那是真的牛哎 我的技能也要升级了 虫呲呲呲进化成了暴饮暴死 一口气啃掉一大片的荒款 用来收集物资相当不错 我感觉好极了 咱们现在技能升级完了 既是用这个身份也没啥用了 还不如赶紧作死 再次投胎 只要投胎够多 那的技能也就更多 好主意 那我们去想办法够带吧 哦哦 给野人看上了 标写的一身猪肉 直接打 过来 真好 还不用自己兜手 赶紧看起咱们的第二次投胎吧 这次我投胎成了雪地生虎脏狐 表妹呢 变成了村民 我技巧的脏狐的挖宝技能 表妹你呢 我得到的是村民技手指 优出的方块会变成任意物品 但是我从哪里弄方块啊 都有啊 你别忘了我小猪的暴赢暴食技能 能够轻松弄出一对方块 看来我和表妹的技能还能够相互配合呢 让我试试挖掘 虽然挖的东西万七八糟的 但是也总比没有的好嘛 但是运气不好挖出了怪物 怪物好啊 我可以通过打怪计划成病原村民 就能丢出相应的病原物资了 不挖坏 再多刷点怪 这不就巧了嘛 我也需要打怪升级 有 看不见 2 2 3 升级之后的挖掘可就不一般了 能够百分之百的获得好用的装备武器 怎么防寒衣服啊枪械啊可强了 我擦太好了 来宝贝 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送你回去偷胎 你知我嘛 我就去找牦牛揍我一顿吧 这牛角可不是盖的啊 偷袭 不知道这次偷胎我们会变成啥 但又是些小类生物 啊 我怎么变成了不落弓手 难强但是丑啊 我需要打败生物才能升级技能 表解变成了蘑菇 我要堵死人才能够升级 他说现在根本就不能动弹 怎么办呢 怎么了 表妹先去升级 然后回来协助我 这些人遇到表妹真的是遭殃 表妹升级后发出的火球 累掉一个吓唬人 拉姐你等着 我来了 我去山盘这里给你打 来吧 别收拾了留情 我打 蘑菇的毒还挺强 那两下我就偷洗凉 我去偷胎了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能动 有没有生物打我 我该不会变成蘑菇一辈子吧 对了 把脚底下的方块挖空 直接摔死自己 走走走 咱们再投胎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没想到这次投胎变成了我们本来的样子 他出生在冰陨巨魔的窝 他好险几时获得的能力足够我们用的 陨巨魔怎么可能打得赢我们呢 我们这是好几时的惊艳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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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